大家好,欢迎回到《望向编辑部》的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1年7月16日星期五的下行时间 今节有我许刘生,还有我们的澳洲红仔柄真bc 你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还有我们的马来星,大马sir,马来近 郭文威好 好,请大家赞我们这段视频,留言 最重要是订阅《望向编辑部》的YouTube Channel 《正向报浪冷气》三个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点赞 好了,今节我们讲一讲一位台湾都挺出名的女星 就以这个评论新辣和直接而出名的就是郑家纯 当然不是香港那个有钱,身材都很火辣 都是新辣的,身体的身体 都是新辣,身材火辣是吧 其实就是郑家纯,当然不是纯冠,是鸡扒妹 郑家纯 那是什么事呢? 就说她好像是小三 不过,不过,不过,不过 那鸡扒妹就发文澄清了 那我们看看她说什么 那一篇文 那位小姐呢就是说 疑似,当时就传闻 就说是这个保时捷南的女朋友就叫A小姐 他就说A小姐你好,我的确不知道你的存在 但是我也不想被人认为是第三者 他会跟很多网公网婆一样 网公网婆,就是说一些网友,网公网婆 跟网公网婆一样叫我老婆,没错 我们都曾经讨论过结婚和生孩子的事情 甚至他问我要不要跟他家人吃餐饭 但是目前我一样都没答应 有答应陪同出席的就是有助于他的场合 也有一件事就是受访内容中有提到你早就知道有我 而他就表示不会断 你想继续在一起是你个人的选择 所以在这个时候媒体听你说几句 我就被人写得很冤枉 我和他四五年前已经认识了 了解彼此之后就有共识 不适合用世俗眼光来认定 男女朋友关系 这样我们是珍惜对方的 我们也有很多相处 大概做人的格策 这些测验会一模一样 大家都很迟 两个怪卡 就是两个怪人建立起来 很信任的关系 完全理解对方的一举一动 是有感情和信任 但是就没有占有了 不在意各自的交友世界 平时不常见面 各个各的生活 但是这几年 当我或者他遇到人生低潮的关键时刻 一定会互相支援 给予支持和帮助 在我眼中 他是自将能力和代人处事 是普通人 厉害是说到 望尘莫及 风里来浪 雨里去的人 他的故事比我精彩得多 就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抗压能力排前三人 他说这部车开入停车场 前后也是没事的 那些小狗早就在饭店停车场等了 但代表 很大可能有人知道入住的资讯 所以去通风报信 可能你还有情绪 所以接记者电话 受访问 因为你的回应 而出现的新闻标题 对我和他来说 是非常小的事 以我的立场来看 到目前为止 觉得你很有分传 虽然我和他没有吵架 但看过他对人家法科 希望你发泄到此为止 就好了 后来 这位A小姐本来 就不认自己爆料人的 后来 他承认了 而且有都发了声明 A小姐 其实就叫赵小姐 他就说 他澄清了 邦极派会澄清了 从来都没有所谓的小三 或者正宫的 我是黄先生的那部分 也都并非事实 黄先生的感情观 较为开放 他的每个感情对象 都有不同的情况 今天发生的这样的事情 令到 郑小姐受社会大众攻击的部分 我愿意向郑小姐 郑重道歉 在感情上 我和郑小姐 都是避害人 所有的攻击和说法 也都希望 只要吃大猪 到此为止就好了 本人不希望一时的思虑不周 浪费了社会资源 和造成当事人的痛苦 现在只希望安心安静地 回归平凡生活 另外也都感谢 郑小姐体谅我 并非公众人物 愿意替我为这件事公开声明 请众媒体和任何人 物在骚扰 紧谢 赵小姐 并非公众人物在骚扰 这个情况就是这样 这个情况就是 有人觉得这位先生 保时哲男 可能和郑小姐 去了 去了酒店 去了酒店 做什么没人知道 但是可能喝醋 之后就报料 本来就不承认 后来就承认了 这位 保时哲男 其实有件事很特别 今天 台湾媒体就做了民意调查 但未知结果就是 因为这个保时哲男 他就说自己是一个 叫做 open relationship 的人 中文应该是叫做 开放式交往 哦 OK 一脚踏几船那些都是 跌入这个 其实好像 是的 跌入这个类别的 老友 又不可以 一脚踏几船 开放式关系而已 但是有些人不在乎 大马sir 你要知道 我明白的 是的 是的 那这位 黄先生 即是保时哲男 他亦向两位女事主道歉 鸡扒妹呢 为什么道歉呢 开放式关系 我也不知道 始终被人拍到的样子 我想都要做个样子出来 道歉 台湾的感觉 有些少少保守的社会 那鸡扒妹呢 是不是要做什么特别的事 他们两个都知道 没有人知道 我不评论这些 因为呢 连鸡扒妹他自己都说 我们是怪卡 两个人都 是 不在乎的 不在乎为什么道歉呢 为什么人回应呢 社会大众什么挂 那些什么字 那些社会大众 你即是在乎呢 是 还有这个开放式交往呢 今天呢 台湾媒体呢 亦都是 做了个调查 其实 用这种关系来说呢 亦都没有说 正工还是小三的 也对啊 多人 多人运动都没有分正工和小三的嘛 开放式的嘛 是 是 你对 但是 现在世界就是这样的 有些人是不介意的 可能他们觉得 好像郑小姐那样说 两个怪卡来的 两个都接受到这样的关系 对啊 老实说 旁人也不可以说什么的 对不对 对不对 但是你 那当然啦 我就不是这样的人了 但是 他连当时人都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那其实社会大众 是不是真的要这么在乎呢 吃瓜就算了 我就觉得有些事情就是 不过这个鸡排妹和那位A小姐呢 都是很搞笑的 其实如果他们说是开放式关系 现在被人说了 说了出来说不是小三 那件事就完结了 就是不需要有A小姐出来说说 是和鸡排妹都是感情上的受害者 喂 开放式关系嘛 说明 是啊 自伤矛盾 其实整件事是 还有 有一个可能性的 我觉得就是 其实有些人说话是心不甘情不怨的 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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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觉得是 尤其是那个A小姐 招小子 会不会是觉得 坏了没面子呢 不过这么说 鸡排妹呢 虽然她身辣了 刚才我们也说了 但是这么说 这件事来说 那么她又没有什么错的 真心地说 是吧 不过 不过 我只觉得 就是台湾这样都可以说这么久的 社会都是比较 娱乐化一点 其实台湾很多东西都是娱乐化很重要的地方 是吧 我也觉得是 就是很多东西都可以炒作得很厉害的 不过这一单就算 那么多人 如果你说前前后后呢 要那个A女出来道歉呢 就一天之内的 不过第二天大家都继续再炒下去嘛 再炒下去就炒到那个 叫做保时捷南那里 很有趣 而且他们好像用车来形容那个 就是开什么车来形容那个人 是的,有些叫奔士男,双B男,双B,双B意思是宝马BMW,还有Benz,没有办法了,双B也是,亲PC拿Benz就双B,所以之前有个女明星和一个不是娱乐界的人,叫她特斯拉, 有马赛拉帝男,我记得以前中的,海神,海神男,他们就很少叫马赛拉帝,通常叫海神,你拿个海神出来吗,标志是海神的标志,他们喜欢这样称呼,就是用车来定义你的身家或者收入,所以很多人比较年轻一点, 就算借多些车的贷款,都要买一架Benz就是这个意思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也都间接顶了那些二手价,因为很多地方其实二手Benz不值钱,如果是有一个人要衣装佛要金装的心态的时候,那些豪车的二手价会耗一些 所以这里就出现了一种叫做外汇车,即是香港叫开的叫做水货车 即是水货Benz,水货,宝马,商B始终都是最top的,即是最热门,即是边商,可以拆开一点点说一下 副厂品的维修零件,连带都会很好买,还有就是专门负责收你,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我们买一些外汇车的回来呢,质素就差点了,很多时候去维修都没办法了 那也不奇怪的,一向这些维修都很贵的 回到这个保时捷南,第二天的时候,就连这个保时捷南都出了一个声明,道歉 他很有趣的,他有一个位置写着说,我都是一个普通的市井还是星斗市民 好像这样一刻,我想说,哇,你拿着这个保时捷都说是市井还是星斗市民 哇,真是夸张 他说自己,一百万港元通这一刻,接近好像还没到 他说自己都是普通人,就不希望社会或者其他新闻记者朋友 花这么多的人力物力来追着他,他想过一些叫平淡生活 不要搞我啦,可能都真的受不起啦 都是很怕这个拍着他的生活,那个拍着他的忙碌 变相可能甚至乎令到他的工作都会受影响啦 是,那今节节目时间到这里先啦,多谢大家,拜拜 拜拜